大家好,我是Den BLACKPINK LISA的微博号被封号的消息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 根据引用中国媒体报道的韩媒表示 目前访问LISA微博账号的话 会看到账号已被封号 上面写着 该账号因被投诉违反法律规定 和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 现已无法查看 韩国媒体表示 在中国演出产业协会 严格禁止宣传涉及赌博、毒品、暴力等犯罪 以及淫灰低俗的表演 以维护社会道德规范 因此对于突然被封号的原因 很多网友们猜测 应该是LISA最近参加了巴黎风马秀 引起了中国方面的不满 受到了制裁 而除了LISA之外 一开始被传 观看了LISA表演的中国演员 安建了Baby的账号 也发生了被禁言的状态 尽管她后来声明 并未亲自观看演出 但账号仍然受到了限制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中国又不是连夜制作了没有的规定 都是原本就有的规定啊 没有人逼她 是她自己决定后出演的封马秀 导致了现在的结果 有什么问题吗 LISA跟谢韩林无关 又出演节目又拍中国的广告 续约期间到来后 LISA参加很够的理由之一 就是因为可以在中国活动 所以说没有打击的话是在说谎 不是 脱衣舞会引起争议是当然的 但是要封号 封了 在中国应该赚了很多钱 以后会被限制吧 虽然说已经很有钱了 但是本人应该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的结果了吧 反正LISA有IG啊 虽然无法理解LISA为什么要参加那个秀 但是中国的制裁也太可笑了 不过中国依然犯错的话 也会被封号或退出啊 并不是因为K-POP 或者是特定人物才这样的 难怪LISA的中国粉丝们都反对出演那个秀了 安德拉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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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大巴被封号 大家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男团铁路贝斯文成员 在直播的时候 发生了中国成员Ricky 被经纪人叫出去骂的事情 甚至被骂的声音也被直播录像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首先给大家简单说明一下整个过程 铁路贝斯文三位成员跟公司说了之后 打开了直播 很多人留言说看不到Ricky的脸 为了粉丝们 Ricky就在两位成员的旁边打开了直播 也就是两位成员一个直播 Ricky自己一个直播 经纪人发卡通给Ricky 因为是在直播所以Ricky没有看到 别的成员告诉了Ricky Ricky关掉了直播被经纪人叫出去了 剩下的两位成员还在直播 但是在直播结束为止的五分钟左右 一直听到在外面Ricky被经纪人骂的声音 诺俩 рет合尔未充其的 嗯 正废们 那 negatively 拜拜 现在就以上拍摄 完成了 对不起 哇 几个根本就不是要被骂的事情 还让他关直播叫出去 真的很傻眼 经纪人你真的很夸张 凭着良心想一想 真的是做了要被骂的事情吗 直播事故是你闯下了 在娱乐圈工作的人这么没大脑 不是粉丝的我都觉得很生气 没有允许开直播就算了 有至于这样吗 也没有确认直播有没有关掉 就这么急着骂 粉丝们都听到了 不看都知道平常是怎么对待他们 真的很心疼 再怎么做错了 也是要等到结束 或者是写在纸上让他关掉吧 他真的犯了要在很多人面前被骂的事情吗 经纪人家伙 是想在新人面前摆架子吧 粉丝们应该很心疼吧 今天这个情况 除非是在直播中说出 做出了真的不该做的事情之外 不管是左想右想上想下想 经纪人都不应该这样 而且还是一个外国成员 对于Likki开直播被经纪人骂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 这一条 三条 这一条 没有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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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